今天就來做個開場 那我在大異議堂本超級 有些人可能沒有 看到我有時間稍微跟大家講一下 我是唐宏舟的辦公室的幕僚蔡玉琦 那今天我們是開我們開放政府定義 七次的協作會議 那也是我們提案人的 在用品牌上面有關於寵物 然後是貓狗可以達成大購物書等友善車廂的提案 那我們也很謝謝老爸有來我們現場 以及我們現場有多富裕人 以及台鐵的以及高鐵的相關同仁 那我先介紹一下今天的環境 那其實我們廁所兩邊都有 那茶水後面我們台鐵又幫我們準備 那假設不夠的話 其實我們旁邊都還有茶水間 那我們今天我們會的進行方式 或是用討論的方式 那用我們今天是不是還有另一件事情 所以他要打燒味道 就變成說大家發言的時候 請一樣桌上麥克風 那他會把大家說的每句話 每個字都記下來 但也不用擔心 我們也會在會後將這個竹字稿 這個美味 然後會有時刻邊休天大講 覺得自己講話很通順 或是像我現在又姊姊巴巴的 對就是可以帶來修改 那再來就是說我們這逐次稿已經 我們今天大家會場有兩個攝影機 我們現在的這個會議的進行 也可以在網路上給我們 有關心的朋友都可以觀看 他們也可以藉由我們那些網路的方式 來跟我們參與討論 那接下來就是大家可以看到自己的平台上面 有一些有三個QR code 那這三個QR code等下都會用到 可能再請我們 喂 姊姊姊贊喻為各位介紹 那我們現在就把滿足交給我們姊姊贊喻 謝謝玉琪 不好意思 當我大概一點時間開始 大家我們今天要討論的題目 就是第五十七案之多 關於平安人 小米偶基他們在網路上提及的寵物 貓狗搭乘鐵路靠貿易珠 寵物友善程鑲規範及具體辦法 在今天會議剛開始之前 從我右手邊第二螢幕上所揭示 我們希望在這邊的副議員民眾 或是這些產體的朋友 你們可以把這個直播網址傳出去 我們可以自己先掃一下 另外一個slido線上參與 我們希望可以讓沒有辦法到現場 因為工作時間有限 我們希望讓更多人在觀看直播的時候 意見也可以收納起來 那就好像如果線上有一兩百人看 一兩百人留言 那仿佛大家今天在信訪討論這個議題 我們就可以收納到一兩百人的意見跟想法 所以我這邊會繼續留著 大家就請幫我們掃一下 slido上面也可以立名留言 如果有些人比較害羞 或是你覺得你想要講一些尖銳的問題 你就可以在上面留言 因為slido我們等一下會定期回去 slido的網頁上面看有哪些留言 然後跟不同的第二關系人彼此做交流 所以當你當下的問題 好像在上半場沒有辦法講得非常完整 關於你在上面留言 都會把你的意見都收納進來 那這些留言都會公開在網路上面 這個有需要讓大家看一下 手機版的操作要怎麼做嗎? 你們掃了QR Code之後 如果在slido這個進去之後 會出現這個頁面 那就請你們輸入108-1031 就可以 當你出現這個欄位的時候 你就可以直接提問 你可以聚名留言 你可以密集留言 我們其實會設計的機子 除了讓可以擴大線上的人參與之外 因為我們知道很多時候 工部門的夥伴在討論事情 他們愛於自己的身份 其實都不太敢講真話 所以我們鼓勵大家 如果你覺得有點害羞 你真的可以密閉 因為我們在這場會議 希望收集到大家的真心話 好那我先問大家講一下 我們今天的整場會議是怎麼安排的 我們現在正在進行開場 那等一下我會簡單的跟大家介紹一下 協作會議是什麼 它跟以往的工部門開的會議 有什麼樣的不一樣 我會有5分鐘的提案人簡報 那今天提案人也會帶為 然後另外一位收益的信息簡報 那再來就是台鐵 我們會做大概10分鐘的簡報跟說明 這些說明完之後 我們主要是希望可以在資訊最新的情況下 進一步做討論 所以我們就會用一個新制服的工具 等一下我會說光美給大家看 我們會再次的對焦進行意思的明信 因為大家的意見非常多遠 我們要進行的再一次對焦 讓我們討論可以更深入 接下來想要點跟加入的時間 我們只要5小時 之後我們就會進行大約100分鐘的分組討論 那我們今天有三位小組長 等一下自我介紹的時候 大家就會認識他們是誰 分組討論之後 會有每一組大概5到10分鐘的成果分享 希望這些分享都可以給相關部會做一些 後續政策參考的異地 那麼接下來我就把麥克風傳下去 給我從這邊傳下去 還是按桌上的麥克風 請大家幫我自我介紹 說一下你的姓名 好我們就從米霸這邊開箱 像你的姓名稱呼跟這個異地的關係 我是小米有機的米霸 我們同時也是從物友善環境發展協會 從米霸的主委 我們本來在2月份的時候 就要提這個案件 但是那時候協會還在送申請中 所以變成說等半年都沒有看到 有的人在公共議題上面提相關的議題 所以在8月份的時候就進行這個提案 然後因為我帶我家的狗繞了台灣 不知道多少圈了 然後外島也不去玩 我們去了外國的地點 所以就說有一些相關的一些經驗 包含所有人大通訊書工具的達成經驗 我們就是一次在這個提案裡面 把一些想法跟一些概念放進去 謝謝 各位好 那個台提的就是教授長官你們好 那我是那個關心靈 我是一位受醫師 然後我是這一次就是 有協助那個小米霸一心 在推動政策的一位醫師 然後我可以想想 我只不過我是沒有辦法連直 就是今天霸一心 對然後那會想要以醫療的角度來 就是協助這個政策 是因為我非常非常多的病患 他們必須要從東部 從花蓮 從高雄 從台中 他們要回上來台北就醫 那就醫的病患 他們是只有一個size 但是無可能規範 就像那個桌上的籃子一樣 覺得他們只有這個提心的嗎 對所以我以醫療的角度 今天可能跟各位分享一下 或是希望我們做台鐵的方法 真的能規範的再放寬一點點 大家好我是地形獨立的民眾 然後我是從大學一年級 就開始養狗 那我以前都會去達成台鐵 就是往返台中的台南 那從下一開始一直到現在 過程都很順利 台鐵的相關人員都非常友善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從今年開始 我就被刁難了 我就一長年來則行為 就在以前開始被刁難 台鐵的工作人員表示 就是我的名字太大了 不能進去 我發現我的女兒前 有拿好 為什麼不 那他們沒有說 這是會議 以至於我現在如果沒辦法代購換一下 我要回家的時候 我必須把我寄在自己家 或者是朋友家 甚至花錢讓他住宿 那我覺得這個造成 與我們非常大的影響 那希望透過這次的會議 能夠讓台鐵的人員們 調節我們民眾確實有使用 這個叫我們技術工具的需求 而且畢竟台鐵是獨佔鐵路的單位 我相信你們也有義務 讓所有的民眾都可以接受到你的服務 謝謝 大家好 我是今天這個提案的副例人 那我跟我旁邊這位七小姐一樣 也是有 之前其實有曾經使用我 推遲了八個台鐵 但是其實在中間有時候就是憑運氣 有的債務人員會對我很友善 那有的就是大恩一樣的 甚至於曾經有說 就是直接克制我從這個就是不能夠使 但那為什麼我才覺得不少 那當然這中間 因為我其實也試過幾次也才可以意見性講或是 但是我每次收到的問題就是 因為規定就是這麼大 所以不是可以這麼大的 那因為規定沒有改 所以我永遠都說這樣 那即便我可能在中間提了一些建議 或是一些想法 因為我經常也帶了很多東西 當然就是 是由從我推車大車 捷運 台北的捷運 逃遠的捷運 到從我捷運 是會大空車 那我的經驗 然後我也 因為我其實也從 我應該也搭台鐵搭了二十多年 從我來台北驗出 我二十歲來台北驗出 直到現在 所以搭了二十 我每個搭台北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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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其實也會幫台北驗出 但每次都是 就是各個問題 所以我很希望可以有機會 我們可以來訪問看看 怎麼樣可以讓我們從 我們重複搭車這件事更順利 謝謝 好 謝謝 不好意思我打個插 謝謝大家 很熱心的分享 那我們先快速的三十秒講 因為大家過了五十分鐘的開放時間 大家可以再講得很多幾天 好那我們就很快的 大概三十秒鐘我們講一下 那好 我是這次的副議員 那我會想來參加這個會議就是 我也經常用重複搭車 帶我們家的GoGo去就義 那因為現在這個限定 變得越來越嚴格之後 我變得就義很不方便 所以有的時候我必須要到計程車 對然後所以特別來這邊參加會議 好 謝謝 大家好 我是侯沙塵 然後是代表要請對方公園 過場的一次 然後我們最主要是來要求說 連台鐵會辦 然後再次來用業者 或以前 然後在頒獸同屋的女主 和這個規則方面 然後我們最主要是來 今天來了解就是 從屋規則到底能夠三人票 大家好 各位好我叫林玉宏 那我今天是佔了其他民眾的角色來參加 那我是退休人士 那我是退休人士 可能在這裡面到 有時間比較難 但是我也是長期的在看 我們排隊的這個鐵道文化 所以說非常多 就這樣想法 好 對神父之道是滿尊重的 謝謝 各位好我叫林玉宏 那我今天是佔了其他民眾的角色來參加 那我們的資訊 外傳從屋的規則 想說如果有這個機會的話 可以四次提出分意見 大家好我是黃玉宏 我是也是藝法民眾的代表 來了解這個議題的狀況 我是黃懷睿 然後我是一個代傳的民眾 基本上希望帶著我的寵物 能夠經由台鐵及其他的 教育工具能夠在臨海外 然後不陪伴他一些時間 謝謝 各位先請大家 我是高鐵公司的代表 今天我主要是負責教育 作業的單位 那今天我姓魏我叫曉明 那今天主要來希望可以分享一些高鐵在 在寵物大城的一些食物的做法 和一些經典 好 謝謝 大家好 大家好 我叫劉慧欣 我是台北站的掌握人員 那或許可以今天在這個場子裡 跟大家分享一下 在台北站現場所看到的一些 目前民眾大城採點獸 在寵物做我們所遇到的一些困難 廉 Whether You're out 以及九季 各位 各位 大家好 我叫徳家榮 然後我是商城設戰的問 differ 那個檢獸員 那關於今天這個議題 我覺得 應該可以好好好好 多都推提交易的形容 謝謝 願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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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意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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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 om Я burnt es enacted end video 很高興有這個機會 來跟大家請他這個證明的議題 謝謝 大家好我是台鐵基隆車班的車長 對於大家想說提出一些動作的話 想對於自己身在執情上所拍到的 跟大家做分享 謝謝 大家好我是傳北車班 可以跟旁邊一樣 兩位車長可以融入一些在汽車上去 遇到的一些經驗 各位好我是新竹車班的車班廟區位站 一樣是跟其他兩位車長一樣 我們可以這樣子在汽車上 遇到所有的一些經驗 跟各位做分享一些 還有其他情況 或是做一些公文的審查 大家好我是那個台鐵輸出的專員 那我這期也是一個通勤組 那等一下我也可以就我 從業務和通勤的角度來 來講這個問題 謝謝 各位吳慧的官方 大家好我是這個議題 我們台鐵輸出的藝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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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的議題 當然是要感受我們國外衛整個公共政策參與和物體台這個部分 透過這個審柱會議 讓我們有機會 跟這些提議的還有這些護理的民眾 正對這個重複政策的這個議題 我們後面對面 做重複的勾動 然後我們會 方改審久 還有一個議題的立場 我們盡量會提出一個 往上的一個緊急的報告 好 謝謝 大家好 我是教育部的PO 今天會擔任第一份主席的校長長 主要來選擇各位的議題為主席的建議 給你教育部的座長 謝謝 各位大家好 我是陳真書特的開放證別洛人 我今天是擔任第二座的校作長 作了工作 就是當地的座的座長 謝謝 各位大家好 我是金管會銀行局的開放證別洛人 今天是擔任第三座的座長 謝謝 好 然後剩下這邊就是 堂貨辦公室主席的座長 謝謝三位 他幫政府聯絡人 就是我們在運作 這套開放的制度 但是在座會裡面的 另外的橋樑 所以謝謝三位 我們願意今天下半場 來幫大家做一道討論的座長 好 這就是女爸她在救營門上面的提案 因為現在有這個新的資訊會集的廣道 所以也才有今天這樣的會議 我簡單說一下 因為我看到女爸說 那個好像爆章不打字 上面有一些誤解對不對 就是其實病途是不到一個月的懲罰 可是實際上這個案件還沒有達到 還沒有在10月的時候達到5000人注意的消息 他們就他們就願意找那些落伍 因為他們覺得似乎好像一座 那麼多序劇都有提出一些需求 所以他們其實就像序長跟柯南剛剛說 他們其實抱持開放的心態 願意來聽一下到底可以 一起怎麼樣找到共識跟解法 那協作會議是什麼 可能很多人第一次聽到 簡單說協作的意思就是 我們每個人都針對一個議題 有一些看法跟理念 但是我們的目標不太一樣 我們的角度不太一樣 所以我們把大家拉在一起一起討論 我們並不是針對不同的群眾去開分 或者收集一件 而是讓大家像今天講面對面的 更重要的是要彼此 聆聽對方的需求跟難處是什麼 那我希望最終可以嘗試找出一個 並不是我原先預設百分之百的 滿意的答案 但或許七八十分鐘還可以接受吧 因為這也不會造成對方的困難 我們希望可以達成這樣的一個共識 好那接下來換一個影片 是我們今年上半年跟過公合作的 合作的票務不留心台下的案子 讓大家了解一下協作會議的情況 大概是怎麼樣的情形 比較有一個畫面 好嗎 來 來 怎麼已經上沒有… 側對有人消耗… 一言 請示範 不斷站在一起從頭路邊發行 你可能看 武功可是名列全球前十大 才外人數最多的國務館 館藏從新時系時代到當代的成品 多達69萬件 近年來因了許多專業商品的結合 讓大家最顧國文部有更多的人士 國務館給了這篇每年有400多萬件 十多人 有差非常多做到的 但是票率幾乎沒有大規模的頻率 一個完全改善 最終票率不是改善 而且以前做的很多 譬如說很大文物 譬如是受到擠壓 但是這些問題經常是去務所改善 我們希望這四天 這個票率的工作 可以讓我們更廣泛的收入 比較固定 跟各種努力要需求的程序 好的去改善團團 我想在全市經營的國務館來說 這都是可以長進我的一種做法 就是因為這樣 我們明明用一系列新作會議的方式 找到大家一起來討論需求 需求問題的剪法 我們這一個多人次挑的 就從身份來不見的 那個什麼 應該就是那個地方的時間 還可以被擋 對 每天都成功也相當的好 每個平常 Cover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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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 我們都用其他 來 對人 跟不同家 這個地方 我覺得是很好 好 以前回憶大概就是 十八百個回憶是五年 那當時在這個回憶當中 大家可以發表之前看到 這樣可能有更多人來參與或其 對我們是一件好吃的 電子化 就不要 可以說在世界各國 完全都拼在實行 那我當然希望 能夠追隨上 而且造一個國際的一個標榜 這樣 結束會議末後 接下來的幾點 我們將開始打造新版國標流程 將協助可以少收起到的成果 大陸需求 所以未來在各大通路 或各種賺取上 也都能使用到更國際化 更免費的公共服務 好 大家可以看到其實 現在不管是這種書 為什麼改成或者是政策的指定 都越來越長大使用 使用者體驗 但在協助會議中 我想要請教的一點是 今天做在這一排的台鐵局 他們自己也是使用者 就是我們想要翻成一個 好像行政機關都只是要制定 或是提供服務的民眾 然後他們只能夠被動的接收到 民眾好的評價或不好的評價 但我其實協助會議每個人 都會是評分的 大家會介紹 台鐵局也是使用者 台鐵局也可以講出你們 在使用或管理上面的一些經驗跟需求 為什麼我們做了今天是第五十七案 或是協助會議 這樣的會議工具 我們在體現什麼樣的事情呢? 其實我們是在推動開放政府的精神 開放政府在國際上 它其實有一個夥伴關係 大家從2011年開始 就有79個以上的開發中會議開發國家 大家會定期聚會在一起去談說 到底民主發展的過程中出現了什麼問題 大家可以用什麼樣子 更寬容多元意見 更有效克責的方式 來處理民主發展現在面臨到的一些困境 我們在國內怎麼做呢? 因為其實台灣在自己也是非常積極的 在推動開放政府的相關工作 在國內怎麼做呢? 第一個我們當然訂定了相關的要點 也有相關的人員配置在執行這項工作 我們辦了非常多長的會議 其實就是在實論怎麼樣可以透過資訊後 譬如今天的直播、議題手冊、主席等公開 開放資料來擴大民眾參與 希望可以進而強化政策課責 還有海融多元意見 進一步達成私部門之間、公部門之間 以及公私部門之間的運行跟對話關係 擴大參與要怎麼參與? 我們很想強調過去傳統的政策之地有什麼樣子? 我們其實不時想要擴大參與 我們還想要在前期參與 就是我們不希望政策服務端出來之後 議中突然覺得你們好像閉門造局 都沒有得到我的需求 然後公部門也覺得他們真的是做得滿臉多數水 如果我們開始在政策發展 只是有個發想的前期就找大家一起討論 你覺得應該怎麼樣會比較好? 我們把這些討論的情況放在前面 而不要把溝通的成本放在後面 甚至我們很常白話的講就是把地雷放在前面拆 大家要哪些顧慮 我們在前面在籌備規劃階段 其實就可以慢慢的檢討它 很重要大家都不能接手 先把它慢慢的刪除 找出一個方向 最後提出來的政策 它才比較有可能趨近於完善 那參與的過程我們非常非常強調 平等、對話跟呼吸 當然呼吸就是我們通過每一場的協作 我們可以在慢慢建設當中 像今天迪安然跟獸醫師 他們也有參加過之前那個獸醫使用的 藥的一場協作會議 那本來大家其實是不太願意 在同一個會議室裡面相見 那如果我們跟大家討論 就是來發表意見 大家都是一樣平衡的 並不是今天理事長的同學比較大 今天你來十個人就比我一個人生意大 這樣子的話才比較有可能 讓大家真的願意卸下心房 聆聽彼此的聲音 所以我們非常強調要破解動人的方式 並不是你幾台遊覽車來 聲音很大就一定要聽你的 我們覺得多人的意見其實是更珍貴的 所以我們今天才會盡量找不同的角色 可能一起來就會 那當然因為這個案件相對單純 它沒有提升到很多跨戶會 或者是很多協會跟組織 所以今天的組織還算相對單純一點點 但我還是希望如果我們有一些前夕 思慮不中沒有邀請到的參與人 參與者大家可以在線上一起參與討論 所以我們要強調 開放政府錢規規 其實它是一個溝通的平台 讓大家聆聽彼此 找到公司的平台 而並不是今天就要開版定案 誰的解決方法才是100分 那我們怎麼做呢 就如同今天一樣 我們會邀請多方厲害關係人 一起來參與 譬如說今天有四處有乘客 當然還有也身為使用的公共的討論 那大家都一起討論 就像剛剛故宮的那個貴號訪談一樣 如果每個人都只摸到大廠的一個部位 我們湊在一起討論 可能可以把大廠的全貌勾勒出來 那集思廣義討論才可以找到最解決 符合情況的情況 其實台電局的同仁非常辛苦 他們在今天這場會議召開之前 做了非常非常多的行政工作 就是他們行政層的氣氛非常高 但是他們願意這樣的嘗試 比如說他們要提供一些背景資料 他們要決定訪談的名單 所以你們可以看到 一集手冊裡面有一些訪談 受訪者的意見會者 那他們還要撰寫一些意見的分析 跟我們辦公室開幾次會議 來明據出一些我們今天到底可以怎麼樣 討論更適合的一些結果 所以才有這場會議 待會上半場我會先幫大家 用這樣的行政圖的方式 盤點一下我們會前收集到的哪些資訊 那不只是盤點 盤點完其實更需要大家 就像剛剛一樣 直接把你們經驗可信權講出來 我們會及時衝上去 再來還有議題手冊 跟剛剛玉璽有說的事後面修10年後面都開的主次檔 我們希望每一次的討論都可以留下軌跡 讓即便沒有辦法在現場或在這個時刻參與討論的人 你哪天因為你很關心 你Google關鍵字 你可以收到某年某月某一天有這樣的討論脈絡 那為什麼決定採用這個方案 是因為當天大家講了新手 待會兒我們下半場 大家可以看到在桌上運用 會有我們三位小桌長 用這樣的工具單 帶領大家討論每一個方案的細節問題跟解決漫長 討論的形式大概會是像這樣 先給大家一小畫面 最後產出的成果一定要上來分享 因為你們或許知道Bs 有可能有狀況或是沒有想到的選擇方法 大家互相激盪一下 才能夠對政策有更好的進行教育 那接下來我就不多說 請大家做今天的衣服準備好自己 那我們接下來就請 一樣的我爸這邊先幫你們借我的進行教育 我是小李有機的名發 剛剛已經有簡單自我介紹一下 我們今天提案的目的其實是以同性為基礎的提案目的 也就是說不是單純站在師徒跟教師的立場去想這些事情 那我們現在台灣的情況 這邊我們快來快速帶過台灣有3分之一步要從 可能沒有6層是壓工的 那經濟規模580 可是2020年之後我們的寵物數量會超過15歲的小朋友 然後全世界不怕在成長 所以台鐵之後一定會提到一件事情 養蟲物越來越多 這個影響越來越多人的需求 那主要就是因為少子化思維高齡光 然後在路上會看到越來越多的寵物店 然後美容啊浴冠什麼的 但是因為六層養口 所以帶寵物外出的需求就會越來越大 然後有一點是不養蟲物人可能不會了解的 所以就是四層館其實很省的花錢在寵物身上 然後寵物相關的一題呢 就是寵物有3環境的發展 它對於縮小的人類的市場上 也許有生到必死事件促進娛樂 那其實裡面會產生一些權益責任還有欺揚 還有社會對立的問題 那接下來就是我們現在開始要進行的社會教育 那這一張圖是哪裡了 它是四個不同的時間但是同一個地點 這是那個馬祝跟基隆王版的台馬之星 那這是汽車加班 那你有沒有發現上面有狗 這一些都是市主 他們不捨的勾勾被規定只能在汽車加班上面滯留 這個地方非常的冷的 所以他們自己在下面陪著勾勾 在汽車加班上面鋪一些膽窗 然後在上面睡覺 那你有發現到另外一件事情 這些市主其實裝備都帶的很齊全 也就是說會帶口頭外出羽繫的人 通常都是有一定的尊愛這些寵物 然後有一定的認同感 那當然也有少數的一些 可能觀念不是很大的人 不好意思 那其實這個觀念上面就是 今天我把寵物當成孩子或是當成家人的人 其實我要的是一份認同感 那對於他人而言 就是這些商家或是其他民眾 其實你只要認同我的寵物是我的家人 他人過了一份子我們就很開心 所以大部分拒絕寵物再進去 或是有些服務不提供寵物 比如說拒絕寵物進來 那通常他們就會覺得很不開心 下次可能就會再掛網這邊 但是如果你跟他要求我需要收寵費的話 其實他們會反而會很開心 就是可能一般人會覺得我東西都要免費的才行 但是這一些愛寵物認同 你跟他收寵物費他反而拒絕了一種認同感 我們提案的核心其實並不是為了提升寵物券 而是基於世主生活跟寵物的健康 然後提升國內世主責任的示範效果 所以我們希望不養寵物的人 他能同意世主的心理 能接受寵物在生活中公存 養寵物的人能尊重不養寵物的人 能自我約束 那這邊開始進行寵物有三色相的建議 那我們這邊提案的概念是以台鐵的商業利益為前提 增加一個寵物票 然後可以設立時段或是部分時段 收費方式我們分成一般時間 一般時間可能就是有一個優惠的價格 電風時間可能就是可以選擇不打折或是不開放入場 那其他的營收部分呢 台鐵就可以做到寵物推車的出租 他可以站到站 那使用後可以消毒 他就可以餵 外包給人間公司做過什麼之類的 那當然還有其他的寵物相關用品 可以辦手 例如說一些尿布啊 然後尿電等等 然後收費的話就不需要提供服務 因為同時要維修那個環境的情節 那我們車廂的話就是以獨立車廂為主 但是那個獨立車廂他必須要在外面告知 這是寵物有三車廂 那如果說事後已經有消毒的話 他必須要在上面掛一個底消毒 那我們不要求要所有的車種都要 只需要電源車種就可以 因為基本上他是走道比較噴長 而且他在座位的方式也比較適合放這些大型推車 所以他希望是在最後一節車廂 因為避免讓這些寵物推車的市主 跟其他的一些旅客接觸檔 然後呢可能車廂上面 可能需要有空氣性引擎和檢視器 那空車的時候需要消毒 消毒的話就是除造出沒之類的 那如果說之後未來甚至可行 有市營運之後覺得說 市主能好好的這種規範 那就是可能其他的車種 也許有機會可以加工之類的 那再來就是規範部分的話 寵物貓狗基本上我們會希望 乘客養成習慣要帶隨時 帶一些證明在身上 例如說晶片證明 疫苗注射證明 甚至外計神蟲預防證明 那這些東西可以供一些列車廠 零食檢查或是說到時候 有人違反規定的時候 可以做一些紙分級 然後呢如果說他只是一般的裝容的部分 一樣像現在是台北規定的大小的話 就是出口車種就是按照目前的規定 但是如果說他是以大型推車為主 現在目前市場上最大的推車 他可以成這種主攻擊的這種推車為主 他就只限定在寵物友善側巷裡面出入 那他的原則就是寵物不能離開推車 然後在推動的時候造紙一定要造上 可是就定位的時候 我們會希望讓他們可以把造紙拿開 並不是為了讓你去玩狗或什麼之類 而是短皮犬的需求 然後呢如果說那個狗狗是會吵鬧的話 或者是說他是動保法規定的一些兇惡犬種 那他可能就一定要來上軍套 那我們這邊 以我們這邊自己幫台鐵設想的一些狀況就是 無論車站的部分的收費房是要怎麼收費 然後再來就是電風時間的時候要不要開放 因為有些是大戰有些小戰 但是我們知道有很多大戰像電風時間 新竹、桃園、中立、台中那一些一定都是爆滿的 那電風時間是不是就不要開放 然後再來就是客訴部分的話 結局制度 電車長勸導或是說監視器要存證 那再來是處罰的部分 你們要怎麼去處罰這些違反規定的民眾 比如說禁止進入 那他的時間長短是多長 所謂的禁止進入不是禁止民眾進入 而是禁止他不能再帶從我進入 然後再來驗證方式是怎麼驗證 那處罰的方式會不會有罰金 然後反規上面支付支援 然後在行銷公關的角度 從我有在測試上在行銷公關部分的話 其實你們可以跟很多寵物流山的現實合作 因為現在在台南、桃園、台北 他們都自己在繪畫重遊山顯示 景點的、寵物展跟商家其實都可以互相配合 然後在專屬活動部分的話 其實可以跟一些不同的寵物團體配合 因為例如像那個柴犬聯盟 人數就很大 那其實我們在活動上面 其實我們還可以把生命教育的東西帶入車廂裡面 因為可能會有一些人就專門跑到車廂裡面去看 工作忙 然後呢甚至這車廂可以做一些特殊的造型 之類的 那公關部分呢 國內媒體的話 生活跟寵物新聞 就是這些新聞 其實寵物新聞的那種 點閱率跟瀏覽率是很高的 那國際知名度的話 基本上可能會是亞洲第一 因為日本他其實也有寵物友善側向 但是只有某些事才有 其他的部分的話 一樣是要裝飲上去 那對總大型權一樣是不友善 那再來對台鐵跟社會的價值部分 台鐵的話可以增加營收影像部分 而且重點是你們可以達到示範的效果 對其他業者的影響 那社會的話呢 主要我們是希望能達到世主責任的示範 生命教育的推動 才有辦法真正的降低氣氧率 那社會部分呢 我們還希望促進國內的觀光 跟寵物友善商家的配合 那動跑部分的話呢 現在政府在推動任養 其實米克斯大多是重大興趣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我們希望能將一對零 那這邊快速人報告一些相關的一些調查 在台鐵還沒有限制寬鬆之前 其實乘客會搭乘台鐵 油重複會搭乘台鐵的有66%會搭乘915票 然後呢在電風時間會帶重複搭乘的話 一千多票裡面有55%會45%會不會 然後呢如果台鐵加價的話能不能接受 基本上一千三百多票 九十塊九十三八人得同意 我可以接受加價 然後再來就是 違規的話願不願意接受出發 同意的有98% 然後八百多票 然後台鐵願意出租 給氏族使用的話會租的有36% 可是這邊這個調查他們有分大小 中小型權 取消大型權的氏族他們其實是不願意 帶推特出門的 因為是很麻煩 那接下來是關醫師這邊要做簡報 但是因為規定的關係 我這邊快速幫他帶過 其實在寵物運輸部分 我們以醫療需求來說 有哪些那個需要做適當運輸 比如說像那個呼吸道 容易有一些先天性的問題 例如像本鼻犬 然後有一些寵物他其實會焦慮 需要按摩 然後其實剛剛這邊已經有很多的那個 連署人他們其實就是因為疾病的問題 需要到其他顯示去就醫 然後再來就是重大型權 他其實根本沒有辦法塞進目前的下山尺寸 然後醫療需求部分 其實現在有一個問題就是 我們現在全台灣的東路醫院 東部超級嚴重疲乏 可是嚴重疲乏就算了 醫院的密度不是問題 醫院的設備才是問題 有些地方他就算醫院再多 比如說我需要做內視鏡手術 那也只有少住幾家醫院才有 那這時候就必須要他 市主就必須要帶著那個重路到 火車到很遠很遠的地方 不然他就要想辦法去生一台車出來 那這邊的話簡單就是一個神像差異 你可以看到那個紅色的部分 大部分全部都是東部 所以在東部那邊狗狗貓貓生病的話 他們真的就是很困難 那等一下歡迎是會 他的那個以前一些相關的經驗 然後呢剛剛說的短鼻拳 最大的問題就是他其實在窄小的空間 他會有壓力 那我們之前想過說 那如果說這種網造勢的話 對他會不會救得瘋瘋呢 其實並不會 因為其實熱氣還是在裡面一直循環 重點是他就是因為密閉空間 他才會成為壓力 然後接下來就是熱中暑 熱中暑就是熱鬆愛截 熱鬆愛截最後下場就是吐血死掉 那現在有很多民眾 為了可以讓他目前的規定是用硬塞的方式 那硬塞的結果就是會造成更多的壓力 然後也有可能出現更多的問題 那我相信這件事情也不太希望在台鐵裡面有發生 那這邊我這邊大家做完我的簡報了 謝謝 謝謝 那我們接下來會由台鐵的許科長跟大家做簡報 那許科長他可能也會在解放中心裡 其實因為剛剛有聽到副議員說 那鐵是不是規定去質疊讓他們很恐怖 那許科長會在這裡面做解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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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大家好 我是營業科爾科長 那今天陳如我們一開始跟各位說明 我們希望透過這個協作的會議 在會議前去收集大家的看法 所以我們今天的簡報的方向 是幫各位去盤點到底台鐵現在的規定是什麼 然後我們也去收集了一些國外的案例 透過今天的簡報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下一頁 這就是透過這一次的協作大家複議的議題 我們大概去收集回來的部分 陳如剛才米爸也講的這個部分 民眾希望的是要帶著大型權上輪的火車的部分 然後開放寵物推車的這個部分 那這個大型 稍後的簡報 我們都會跟各位再說一下 那我先幫各位台鐵所謂的寵物 上輪台鐵火車的這個部分的規定 在美國94年之前是沒有相關規定 那隨著鳥寵物的 越來越多的時候 台鐵也聽到這樣的聲音 所以去關注這樣的議題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在 就是4年8月的時候 我們就限定了一個 只要寵物它是兩公斤以下的部分 那它就可以搭我們的非對號列車 當然這樣的需求是不夠的 所以 逐漸的我們在97年去修練的這個部分 就是說 只要寵物它放在我們的香榮裡面 它的長寸彎高的尺寸 那當時我們也去收集了各方的意見 那一直到了102年 我們沒有去改變它尺寸 就把當時事辦的所謂尺寸的部分 就放到了旅客運送 只是要點那邊的規定 那這個是對 這個要點是對外公告 所以大家都可以在網路上搜尋得到 那到了 因為配合鐵路運送規則的修訂 台鐵在107年訂定了 所以就是契約的部分 那這時候的尺寸 我們一樣比照 並沒有去限制或者是做改變 一樣是維持在所謂的43公分 321的部分 那唯一有要求的兩邊 顏色都一致了 只要寵物它是放在我們包裝完整 無份便露出之餘的香榮之內的 它都可以做著放在椅子底下的話 我們是沒有限制它可以搭乘的車種 下一個 那 寵物上是我們的我車的乘車的方式 我們分為兩種 它可以當成是隨身心理 就是跟著它的主人一起上輪車的部分 那這個先幫各位簡單瀏覽一次的部分 只要旅客是符合我隨身心理的規定的時候 那寵物是可以跟著它的士族一些 寵物 我們目前開放的部分 就是貓、狗、兔、蝦等類的寵物 那因為鳥類有情有感的疫情的部分 還有那些猛獸的部分 猛獸的部分是擔心有可能影響危害的一刻 那在往開放自動列人 那寵物搭車的話 就是剛才跟各位說明的部分 只要它的長範高尺寸是在43、32、31公分以內 那它是可以上我們各級列車的部分 那目前 只要是隨身心理的部分 我們是免費乘車的 那每一個當然就是現在免費的部分 那為什麼會免費你這樣的回憶 各位都知道 台鐵的車型 泰鵝哥哥很普遙 還有包括資產號也有很多種 還有所謂的曲線車 當然你大家也很關心的曲線車的部分 那尺寸都 車子的空間都不一啦 那為了旅客乘車的環境 還有安全上的考量 所以台鐵確實在持續方面 確實是必須要考慮它有一致性 免得有一些車廂尺寸 因為開放的尺寸之後 車廂 那個籠子不容易放在車廂裡面 那這個是台鐵要考量的部分 那這個是第一個部分 是 只要它是補了尺寸的部分 它是可以免費上車 那當然 針對有講的 大家比較關心的 它尺寸太大 超過 我們規定的尺寸的時候 其實還有一個方法 可以讓你的愛拳 或者是貓頭之類的 也可以上你的車的部分 就是透過拖運的方式 那拖運的方式的話 目前台鐵所謂的拖運 就是客車戶掛行李車 就是大家比較熟悉的 所謂的舉光號列車 那這個也是全線都有這樣的服務的部分 只要它是 它比較適用的對象 就是在屬於剛才講的尺寸 因為它的體型比較大 已經超過我們的規定的部分的話 那它就可以用拖運的方式 那拖運的收費方式 這邊可以給大家去參考 原則上 它如果是在30公斤以下的部分的收費標準 還有按照距離的尺寸的方式去收費 那這個是比較適合中大型犬 剛剛各位提到的 可能它面對小型犬支的時候的話 它的拖運 我們是有提供這樣的服務 再下一個 那這邊是幫各位 我們先前在會議之前 去幫大家收集的一些資料 那這一張投影片給各位看到的是 國內大眾運輸也是軌道業者的部分 第一個部分是我們台鐵的部分 這個就是剛才跟各位說明的 43、32、31的尺寸 那高鐵的部分是到 因為高鐵性上 台鐵這邊我要先說 你的台鐵的軌道是屬於載軌的部分 是1067 那高鐵的部分是標準軌的部分 是1.435 那車廂尺寸本來就有什麼不同 那高鐵它限制寵物向樓的尺寸 是55×45×38 那各位在前方看到 左手邊的那個 藍色的那個巷龍 就是屬於 現在統合台鐵的尺寸 這個部分的巷龍 那右手邊 保麗龍的部分 這邊要跟各位說明 它的尺寸 對遮掉不是很遮掉的那個部分 這就是屬於55×45×38的尺寸 大概做一個示意 大家看謝謝 那其他捷運的業者的部分 大部分它車廂的配置也 因為它並是以座椅為原則 大部分它的都是 符合通行旅客或大型行李 它車廂的尺寸 內裝的配置本來就有什麼不同 不過各位可以看到 最大的尺寸大概就是都會落在 高鐵最大最大的部分 因為是55×45×38的部分 那高鐵跟台鐵比較類似是 它都是成績運輸 那各位後面看到這三個部分 大概都是屬於通勤通學的 都會行的通勤列車的部分 那它車廂內裝還是用地區設定 跟台鐵跟高鐵是有所不同的部分 那底下各位可以看到的部分 這部分是軌道運輸業者 對於這裡都一次的方式 都是沒有在收費 只要是它到隨身細膩 而且符合各個運輸業者規定的尺寸 然後攜帶的方式 那它都是不需要收費的方式 再做辦理 好 下一頁 那這一個 這一張投影片 也很快帶各位瀏覽 看的是軌道業者 跟客運業者的部分 那各位可以看到 其實客運業者 他的車廂空間尺寸更小 所以他回販到的相同尺寸也都更小 甚至 各位可以看到的公路客運業者 有的 我們至少 目前設備 都要看到的 有一半是他有收費的 而且他限制的尺寸更小 這個給大家上一口 那 剛剛大家也討論了很多 到底寵物推車能不能上回車 這邊要告訴各位 可以 但是可以的前提 這邊我們簡單的 帶各位瀏覽一次 基本上 我們假設各位 剛剛都已經有記住了我們的尺寸 就是 43 32 31 尺寸 只要你的寵物推車是符合這樣的尺寸 不管可以不可以分離 你都可以上你的火車 只要你的相容是符合 43 32 31 的部分 那你如果整個收納起來 右手邊這個是不能收納的 但是他如果 拉桿放下來 他的尺寸是符合 43 32 31 那另外有一種 寵物推車 他的相容跟那個推車 是可以 另外一種 他是可以分離 他這個 就是我直接看這個帶子的尺寸 是不是符合剛剛前述的規定 如果是符合他也可以上 只是他這個推車要收納起來 那我們推車收納起來的尺寸 就是更快鬆了 就跟腳踏聲音一樣 他只要最長邊 短於150 然後長快套價前一反二 我相信 這個尺寸如果收納起來 他符合這樣的規定 一般的推車都可以上 我們這輔車的部分 下一頁 那 可能網友 會反映說他的推車沒有辦法上的部分 可能他遇到的是這一種 他的相容是沒有辦法分離 而且 他可能也沒有另外再帶寵物帶 或寵物箱 把他的寵物上車了之後 另外再裝帶起來 剛剛 幫各位服習的是說 我們必須 他上我們的火車 基於我們車上還有很多乘客 我們是希望寵物還是要在相容裡面 那 寵物推車沒有辦法上的是 他可能推上去的時候 他的尺寸 基本上本體就已經超過我們剛剛是 332 31的部分 那 他收納起來也超過我們剛剛規定的 非常便宜150 我想的話 應該要收納起來 還是超過220的時候 那這才會被我們車站的同能拒絕 再下一頁 這就是剛剛我們跟各位提的 他 有 可以收納 可是 可能尺寸 這邊單單下門 他的尺寸就超過了 或者是他推身收納起來就超過 或者是 本身都不可能 沒有 本身不能分離 收納起來也超過了這種 寵物推車 才會被我們同仁給拒絕 那 其實剛剛 這三張圖影片 我們都有跟同仁宣導 我們同仁異概念 都很清楚這樣的規定 可能當下沒有跟車站公共清楚 或什麼 這個 我們 應該是一直在持續的跟車站的同能 在做宣導 相信我們同仁都非常清楚這樣的規定 那另外 我們也有去 survey 就是說 國外到底 網友也很關心 其實有一些國家 其實是有開放所謂的寵物 寵物推車 可以上 或是寵物 可以上火車的部分 那這邊 幫各位收集到的資料是說 基本上 各位可以看到這些 這些寵物 試圖在上車之前 他可能 包括都要去學校 上過寵物學校的課程的認證 或者是從 要先上一些 課程的部分 但是他乘車的方式 最主要的都是還是限縮在 小型寵物 裝在箱笼裡面 然後 他會暫自行動的部分 那 因為車廂 通道 必定是屬於空空空間的部分 最主要還是要維持他的暢通的部分 那他還是會有限制 所謂可以上火車的部分 那另外這個部分 也是另外 限定條件 某種程度上面 限定條件的部分 可以重複乘車的部分 另外可以看到 我們幫各位 找到的資料的部分 是美國的MTRAG的部分 跟日本JR的部分 基本上他們也都是限縮在 比較小心權的部分 那從尺寸的部分 應該都在 跟不管是國內高鐵 或是台北的尺寸 大概都是趨勁的 畢竟我們幫各位設備的 這兩個部分 都是屬於成績運輸 客車的部分 那這張圖影片顯示 還是一樣 我們 他還是會要求 所謂的寵物 他在陳車的時候 不能露出 然後特定的物種 會有所限制 以上就是台鐵 幫各位去盤點出來 目前到底 台鐵規定是怎麼樣 然後各個軌道運輸業者 還有國外的一些業者的做法 以上 好 謝謝科長的簡報 我們是不是可以先看一下 slido上面有沒有什麼樣的網友 聽見 剛剛遠端的人聽到 他聽說 一堆人 所以我們剛剛繼續討論 我幫他一直在這裡 比較不好意思 對於看直播的朋友們 好 那再往下拉一下 那 嬰兒揮車是誰要通 因為人是 人類的小孩 又可以被抽選進展 這是什麼差別的形態 那這就會回到我們剛剛講到 你寵物是小孩 還是是隨身行李 那我想這個是 呃 價值觀上面不太一樣 但他可能難以在今天這場會議 討論出一個共識 或想 今天我還是去討論比較聚焦的 包括尺寸 然後範圍 等等 好 這些意見呢 我們只是要讓 先上老師知道 我們都會看到 我們等下都會收到新制度裡面 那歡迎你們持續的留言 那接下來的時間 我們就來看一下 行前的台地他們的訪談 以及資料收集 我們幫大家做了一些 初步的方向盤點 然後我們會開放 大約30到40分鐘的時間 讓大家做現場的即時回應 好 換我拉一下推上片 我們今天討論的主題 我先不要現金總號樣子 因為我不想訂出一個方案 但總之大家今天都是要來如何提升寵物友善的程度 這個應該是大家目前今天可以討論下去的共識對吧 就是如何讓寵物更更 如何讓寵物友善的精度可以提升 那幫我看一下左邊 經過台鐵訪談 我們其實可以看到 首先 受訪者 不管是四準 一般旅客 親子旅客 或者是台鐵的管理人員們 大家會共同提到的 第一個問題是 寵物的定位到底是什麼 因為它其實現在在 我們國內各個 各個運輸地 它其實各個第一層 全身的行李 那就有所提案的人 他希望販售寵物票 那就幫他視為是旅客 那這邊有一個台詞的出入圍 等下我們分組的時候 可以再進一步討論說 為什麼台鐵目前的規劃是這樣子 可以在雙方再做一些溝通跟交流 所以一線型規定其實還是需要用 隨身物品管理制 這是他們在管理層面的考量 另外一個也有其他的一般人都提到說 寵物它有生命 因為提到裡面有提到說 它自行車也可以試辦另外一個車 可是寵物有生命 所以它會有些風險 比如剛剛檢報裡面可以有看到 它可能不像自行車丟著你就可以 所以或許這個情境比較不適合拿來比較 可是可以怎麼做呢 等一下下半場也會進行更多的討論 另外一個是大家在空間上面也有滿多著墨的 首先就如同剛剛台鐵自己有說的 其實在大眾運輸上面 目前台鐵跟高鐵的旅客運送契約規定的尺寸是不同 所以剛剛蠻多福利人提到 其實他們在這個轉程上面就會遇到一些困擾 所以所有的離開關係 大家都建議大眾運輸的規定尺寸可以一致 則是不管是管理方也好或是民眾方也好 都有提出這樣的一個方向 如果尺寸一致的話 其實就可以間接地促進寵物旅遊跟就義的便利性 另外一個就是在空間的部分還有車體空間 在空間的時段其實列車通常很擁擠 這個堤樓不管是這個或是高鐵的 更大的這個 它進出的時候是不是會有些困難或是障礙 或者有些部分的車廂空間也不足 尤其是在西部路線通行的時段 這個問題可以怎麼樣被解決 等一下都可以再往下談 我們可以提出一些建議 另外一個就是管理層面 管理層面其實不只是台鐵的人都會提出 其實一般人也都會替台鐵想 管理上可能會遇到什麼樣的問題 比如說第一個身份查核 因為台鐵它不是封閉式的車站 就是你不管是站或是你在月台上面 它不像高鐵其實那個炸旅客 其實它是相對封閉的 所以在管理上會有點困難 比如說旅客我是要搭我一台鐵車 我先進站 但我突然看到快車進來 我趕快就上去 所以它在管理上面是相對困難的 那如果管理比較難的話 違反規定的情形之下處理的方式要是什麼呢? 目前台鐵的現行規定就是請乘客五條 並且他要在最近的一個車站下車 那也有人提到最近的車站 如果在東部幹線的話 搞不好不用嗎? 以羅東玩下來這樣就是花蓮了 那這樣的情境可以怎麼被解決 其實請搭乘的情形有非常多種 另外一個就是比較小型的車站 比如說基隆或宜蘭醫師偏人的車站 人力嚴重的組合就只有一個人檢票員 那他要如何去管理跟查核 好 這是大家有所說的問題 那等一下很期待大家都能給一些更多的建議 另外一個大家非常在意的就是衛生清潔的部分 比如說剛剛提案人說到除藻啊 避免傳染病啊這些 那台鐵也目前初步的回應是 他們三臉一邊有清潔預算機率高達14例 所以如果有多的清潔項目 他們清潔項目可能不容易負擔 好 然後再來就是關於乘客洞 寫進入剛剛那個車站的列車的空間 那個很像 會不會因為在通行期間非常擁擠 會影響其他一般民眾的觀感 那這個就是台鐵他必須要去全島的 好 然後從乘車上下這個影響洞 另外一個就是比較其他 大家會有各式各樣發散的意見 譬如說不喜歡動物的人 辦法付加股辦 然後如果放寬規定 那就代表可能會有更多的寵物貓屬的狗 可以上列車 那如果這個比例慢慢升高的話 氣味跟吵雜的這個因素要怎麼樣的被克服 或者是我們要怎麼樣的去宣導 好 那接下來寵物應該要完整的包覆一點 因為想請其他的旅客這個是 就是滿滿都受訪的他們提出來的一個建議 那剛剛因為台鐵有幫大家盤見 其實美國跟日本他們現行的規定 也大概是這樣就是不能露出 好 那另外一個就是台鐵發行統一 規格統一的寵物退車 這個是剛剛在slide上面提出的 就是如果不讓大家困擾 然後退車跟寵物融有各式各樣的形狀可猜不可猜的話 或許台鐵可以有另外一個順利就是發行統一跌成 好 這是我們幫大家在行前盤點的 但是我們非常希望在現場可以收到更多意見 那我不知道有沒有哪有關與貴者 可以先幫人講一下 你希望在哪裡補充修整或是給自己的其他想法 是我們上面沒有說到 我們希望等一下這個形式圖到完整 我那一份檢報裡面其實已經有蠻多解決的方法 比如說像寄生蟲的問題 好 現在請 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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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我那一份檢報裡面其實已經有蠻多解決的這些問題的方法 我舉例一個寄生蟲的問題 其實寄生蟲的部分 寄生蟲的部分有一個證明叫外寄生蟲預防證 外寄生蟲就是寄生蟲在之前就已經有先做好褲蟲 每個月打褲蟲要請之類的 但是有動物理員可以開出的證明 所以基本上寄生蟲子身上是不會跳蟲的 而且其實我必須老實講一句話 其實不是只有寄生蟲子身上才會帶著跳蟲跟鼻子 可能也會難 好 謝謝你爸提出了 就是如何要讓其他的女眾的這些女朋友降低 可能可以有一個很外顯的證明方式 就是可以有外寄生蟲處理方法 然後這個有個動物可以開證明 然後再來就是一般乘客觀感的一些 裡面有一些相關規定 我們提案並不是提寵物推車可以上所有的車 而是限定在通勤列車的一節車廂 那一節車廂是獨立出來的 也就是說不喜歡寵物的人 或是對寵物過敏的人 基本上他們是不會靠近這些車廂 而排隊部分的話也是幫他們限定在尾巴 或是最前面最後一節 就是讓他們盡量不去跟一般的乘客接觸到 那在電風時間部分 剛剛有提兩個方案 其中一個方案就是說 要不要在某些電風時間很多人的時候 直接限定就不可以推進去 因為如果這樣限定的話 其實寵物的這些民眾 他們也會知道 電風時間我就是不能打 我可以再以空時間再去打這一段行車 而且其實我們在私底下討論的時候 其實我們也有幫他在想 你其實離風時間的時候 空車率還蠻高的 不然你這樣可以透過重複側箱去 輔助一些乘客之類的 那其實我們大概就是 剛剛那一份檢包裡面有一些想法 我可能這邊有辦法花時間 把他塗進去嗎 可以可以 其實我們在帶打 但是因為上面便利貼 他沒有辦法打非常多字 可是我會檢掉的像這樣列上去 那如果文字有需要修正 就再保護住 那如果我願意足以表達你的意思的話 那我們就這樣放著 好 然後小型車站這些人力不足的部分 其實我們也有設想過 那我們再想說 比如說像票收費部分的話 因為其實最簡單的方式就是悠遊卡 那悠遊卡裡面能不能增加一種票 也是他同時是受市主 又收那個重複 就是把它變得合併的費用 因為無人車站 大部分的一些 因為我們會提區間車還有另外一個概念 就是 如果你用區間車讓這些重複市主 他們不見得是醫療上面 他也許是單純旅遊 那其實在那個中部跟南部還有東部線 有一些行點其實要你站一站下去玩 其實對這些比較喜歡旅遊的市主來說 也是一個很好的體驗 那他們也許有一些無人站上去 他們就直接用悠遊卡刷掉 但是其實也比較難配合就是在機能的部分 比如說他有沒有辦法去檢查他的身上的證件 那這個部分的話就是可能等一下寫作威儀的時候 大家可以討論一下即時光影一下 然後另外旁邊那個左邊 哪一個部分 空間嗎 空間的部分其實已經剛剛已經有說就是 我們希望是在 以寬敞的通勤列車為主 通勤列車為主 不會影響到一些正常的走到很窄的一些空間 因為其實他也不適合上航空推車 其實他連推上去都會有安全性的問題 因為他不是平的他必須要上階梯 那再來就是那個空間時段列車擁擠的部分 其實他也可以限定我們在 非電工時間的時候達成 或者是說額外加收票價 那這些是主事都可以接受的 好還有嗎還是我們先開放 好還有 你等一下也要補充 好就是我等一下再補充 好謝謝 所以剛剛你爸補充的包括 區分時段 區分車箱 列車箱 然後還有包括 是不是要收費 但收費這個就會牽涉到 我剛剛講的定位的問題 那個是比較更大一點的問題 那區分時段跟區分車箱 因為你都要談得其實設想的 蠻重大 可是在管理上面會不會有什麼樣的問題 如果區分禮峰結封時段 台鐵這邊有沒有 第一線的執行公園要回覆的事 好謝謝 來說 那如果用尖封時段 實際上各位如果在尤其是 像屋的空間區列給大家看 各位可以看到其實 包括電點車在尖封時段的時候 其實人潮都蠻多的時間 那怎麼去定義叫做尖封時間 其實台鐵畢竟有一些包括電點車 他台鐵的區間都蠻長的 他在尖封時間帶的時候 也許他的區間是在比較 不是五度的範圍內的時候 可是當他進到尖封時間的時候 又剛好進到五度的時候 實際上可能 瓜瓜市主都會突然下降 突然這麼多人上車 尤其是在上下班時間 可以看到甚至在桃園松山這個區段 其實都蠻擁擠的 實際上車站同人在執行上面的話 對所謂的尖封時間的部分 可能有一個稱遲 車次在開行的時候 他會跨所謂尖封時間跟非尖封時間的部分 了解 課長的意思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想像 就是尖封時段 我們想像中 就是大家同行很擁擠的時候 可是他如果他要辦落時代 到底哪一輛列車的什麼時段 算尖封時段 在執行列上面可能會有多困難 因為譬如說基隆到桃園的民眾好了 他可能在7點到7點半 會剛好經過某個區間 可是他過了之後 也突然不是接封時段 所以在管理上面 其實好不好會更加膨脹 這是課長剛剛提出來的建議 好 還有嗎 謝謝 還有沒有其他的想法跟建議 要在這個時間前說 好 我們知道Mata的提醒 他希望讓規範可以寬鬆 所以他主要提的是 以官場的行列車為主 但是以醫療單來成說 如果我的動物或我的家人生病的時候 其實我希望競速到達醫院 所以以我的十度端 我看到的十度端 他們其實是必須很希望能達成余優 能達成自強好 能達成泰國醫好 因為他們要從很遙遠的地方來救我 那就以剛剛他幫我帶過的那個 我當然先用港部選擇來講 是因為我就做這一塊 那我知道在航空鐵市 他們是被拒絕的 但是如果今天五年台鐵 五年一般的車子都要拒絕他們的時候 我覺得他們真的是在死的 那因為在東部甚至南部 所以針對一些特殊的動物 或者是有的方式很少 甚至沒有過這樣的專家 那如果說你今天只限定在通勤列車 可以讓一些動物上去的話 有時候他們可能 我那個案例他就是他住宜蘭 他在假日他要開車 從宜蘭帶他過來很久 那因為他已經自己開車了 但是為什麼要開車 大家就沒可能想而知 因為他是一個二十公斤的頭 他沒有辦法做一般的大眾的組合 他只要開車 但大家都知道 像宜蘭在禮拜六五的塞車都要往前一樣 那我曾經查過 其實普悠瑪骨最快的一半 可以從宜蘭到台得要多久 這小時12分 如果今天他能夠節省很多時間 我可以到達醫院緊急救你的話 我是不是能提升他一些被救治的機會 那當然我們這個希望其實說 當然先從一個寬敞風氣列車為主 是因為我看到旁邊那些 剛剛有講說 我們的動物就是把他中大型群 就當成托運行李 放在他 可是托運的行李車廂就無數次 他沒有空調 然後再來是台鐵 我自己的自身經濟 在去年的年底我被騷擾了 但是因為沒有堅持器 是通勤電車 沒有堅持器 因為我們沒有辦法掉裡面 那我就很想要問說 如果說今天我們把一個生命武器 放在一個貨品車廂的時候 如果他出了狂況 還是自己負責 那我們今天會體驗的原因是 寵物它這個不只是寵物而已 它就是個位置的生物 那當人們就是佔據這個地球的時候 你在這個地球上建立了非常多 我們自己可以生活的條件的時候 有沒有想過 這個地球上還有一個生命者 好 謝謝關醫師的補充 他的提議意思說 其實或許我們從 應該要先更從醫療的必要性來談 因為促進寵物有上的運輸或者是旅遊 它其實是一個附加價值 但如果回到最基本的醫療必要性 他會認為其實應該要讓更快速的列車 都能夠放下更大型的群職 或是可以有比現行更好一些的做法 然後他也提出了一些像東部或是天鄉 因為醫療資源不足的情況 那因為這是他實際面臨到的個案 所以他非常切身有感提出了這些建議 好 然後所以也在這邊有寫稿對不對 而且對於現行如果是刺激 有刺激把寵物當作行李托運的這個比例 或者是情況不知道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我記得是不是之前好像有聽彩鐵的人說 其實真正四組會願意把寵物當時 去另外一張托運的其他人 然後托運上有時候大家會放心不下 所以我不知道彩鐵這邊有沒有什麼可以補充 好 確實托運的部分 並沒有所謂的高度托運的部分 只有限制他的步驟 確實托運的 然後受益這邊所提的 他確實是沒有托運的部分 而且他在托運的時候 可能要確認是不是自身 裝物本跟自身的狀況 是不是適合用心理托運的方式 那工錢並沒有所謂的專屬 那放不托運的車廂卻實托運的 比例上 目前我們並沒有特別去投進這個部分 了解謝謝 我想 呃 台鐵他們在 他們並不會不願意補充四組的心形 但是 或許他們在管理上 就是 另外一個很重要的聲明在夜車上面 如果他在情況不好的時候要去醫療 運輸上會有什麼樣的負擔 跟他們可能要負責相應的作用 或許台鐵各有一些需要在進一步 思考跟考驗他的作用 我想學問一下 剛剛有一個問題的出現 就是關於科長也是強調台鐵是載位 所以中間有限跟考驗的問題 在這條你們定型化 那定型化契約第44點第二項 你們對於行李的限制 每件長度是不能超過100兆分 長寬高核是不能超過220兆分 那你們既然定位發寵物定位在行李 那為何會有真正大件行李 以及重入行李 這之間的差別 那這是一個重入問題問題 為什麼大量可以攜帶大持行李上台鐵 沒有可以買出車廂攻擊、空間固體 那我今天攜帶一個大型的寵物 密書棟 就會把空間固體 車廂或魚龍仔 那這之間是不是有雙重交給 我想學問一下檀題 你現在關於旅客的大型 製造空間 他們是託餘他說他要放在上面那個架子 那放在上面那個架子 那放在上面那個架子 寵物可以放上去嗎 這就是我要說明的這個部分 其實會定這樣的尺寸 第一個可能考量的部分 就是程度剛剛提的 其實如果把它當成行李的話 第一個我們座位上方的置物空間 這個是有去考量過的 所以它是可以放在所謂的座位上方的行李置物空間 那包括牛馬的部分 看也會發行行李的置物空間 所以會定這樣的標準 那如果寵物的部分 因為我們剛才有幫各位談點過 寵物的部分 因為我們要求的是 它要裝在箱袋裡面 那箱袋裡面就不適合放在行李架上面 或者是因為現在大家也都希望把自己的 帶在順便 它也不可能放在大型的行李的那個位置 所以我們才會對所謂的寵物的香榮跟 寵物的香榮跟 宵物的香榮跟宵物的行李 是做不同的利益 那這是以上的理想 簡單說就是寵物香榮跟行李 它們可以被放置在列車上面的空間 那我不知道還有沒有要處置 我相信那種出國的大行李箱也是沒辦法放在上面的 可是我們會發現非常多人在下車 真正的大件行李箱 根本是沒辦法放到上面那個牌子 大家都是放在自己的腳邊 那我的意思是想說 我的小寶寶意思是 如果今天一樣符合行李的標準 那我們可不可以上台聽 我們如果符合那個行李的標準 那為什麼我們 我們只是把它放在腳邊 那可不可以上台聽 為什麼台聽要特別針對 從自己設有這麼小這麼小的限制 而且其實前面那個寵物藍的限制 我相信也已經超過 因為四十二寶寶沒有那麼長 因此是真正能帶上台鐵的槽度很小 非常非常小 我調整一下 這床大家可以在大件行李箱上台鐵車槍 而大件行李箱發尺在上面的槍 這樣就可以上台了 好 了解 我們表現你現在拿四十四條和四十六條 真的對比的建議 我想提醒一下 應該我們不要讓它有被針對的感覺 因為實際上高鐵也沒有辦法 放到一百多公分的行李箱 所以如果它放到一百多公分的行李箱 所以如果它放到一百多公分 高鐵這邊也一樣會有轉成的問題出現 我們可能找一個比較 大家都比較會使用到的多數情境來討論 那你剛剛的建議也蠻好的 或許等一下小組分組討論的時候 台鐵的人也可以給你一些回憶 也被記錄在上面 如果文字要需要修正的話 麻煩先提醒我 還有沒有其他補充的意見 好 請桌子 各位好 就是我想要 除了就是我們 之前一直說 帶上去可能會讓一般的民眾 可能會感覺到 你說我很多什麼 我自己的經驗其實帶 帶來了很多次 大家自己去運用什麼 原則上我覺得現在台灣 一般的民眾 所以其實 所以你大概從路外出的 其實這個態度其實還算是挺不善的 但是我覺得有另外一件事 我覺得台鐵或許你可以考慮 其實像我們自己四處 比如說 比如說 柴犬他們的社團很大 或甚至於像 我們自己帶從路出去 我們從路旅遊 不論是臉書 或是往上接 我們的社團 大家其實都會互相提醒說 比如說我們帶從路出去旅遊的時候 你不應該讓他上一天的床 對 就是這些宣導 或這些教育 其實通過 也許是可以台鐵 或許是可以公司 這些一些四處的社團 或是一些NPO組織去做一些合作 或是說像我們最近宣導 我愛做就是給有需要的人做 或可以有一些公開的人 比如說一些 或者是這種 開一些計程會或什麼 讓大家更多的人知道說 我從路上車 我應該要遵守哪一些的規定 對 或者是說 譬如說像有一些寵物可能 譬如說一般的民眾 可能也需要訓練說 也不要打擾他或是什麼 會造成可能 譬如有的寵物發明叫 有百億他會 會交付職務的 那我們是不是也可以交付一般的大眾 我們當我們共同搭乘這種大眾 既然是大眾 我們有說是大家都很搭 那每個人需求不同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透過順便教育 或是去結合這些 就是我們這些民間的 這些寺主的社團 或者是一些 像民大這種 有在寵物的協會 一起去規劃 要更多民眾知道 好 謝謝你提供給我們 另外一個方向的 未來可以去分享的好介意 就是搞不好 這也是 你問台鐵大喜露出的 曾經一場會議 就是如何讓寺主更為自律 這其實也是我們事前訪談 都蠻多人提到 那像米巴他其實很想要促進 四養動物者跟非四養動物者之間的核心 和互相影響 那這個確實是需要帶他一起來 來做這個教育門的懸導 好 那請他的 這邊應見幫我把它幫你貼在上面 我先請教一下 請教一下 一個改善的部分 現在如果說 貓在拖運的部分 如果說可以增加空調 或有空調的拖運變成的話 是不是有這個可能性 再來 貓 全貓的話 全現在運送 再來 東部 我知道的部分是在東部 還有東部 這邊完全都沒有拖運 然後貓的部分 完全現在 全部都靜止 那為什麼全貓差異怎麼辦 那現在貓就是 那麼多 牠沒有拖運嗎 那怎麼在 這邊有一些事實需要理性的 現在有辦法先回應嗎 還是需要一些職業訊 目前貓就我們收集到訊息 我們確實在拖運的時候 沒有擺放式考量 大部分的方式 它是比較感性 那我們擔心它在拖運的時候 因為 就像剛剛以前的 畢竟我們拖運的時候 可能還有其他的 物種的部分 也擔心可能 貓在拖運當中 是會受到幾下的部分 所以目前拖運的部分 我們 貓的部分 確實是沒有開放 那 那東部的車站 還是有開放所謂的行李 我們等一下就給我們提供 好 謝謝 所以剛剛這位摩先生提出的是 貓目前不買拖運 然後科長有給了一些回覆 因為貓之前 貓之前在漸進貓是有拖運的 那麼它也是有拖運的 後來因為一次貓 所以我們是為了 關鍵時裝 就有救傷問題 才到貓界尾 可是現在貓的浴衣 它貓的浴衣 也是很多 那他們要保守他們的 運送的話 你不讓它比照 對呀 比照犬 比照下雨 然後他們的距離在那裡 好 總結一下 好 總結一下 其實你剛剛提的這個建議很好 其實就也更突顯了 你這種需求跟台鐵壓力之間 需要多回的地方 就是確實就想說 如果之前這個是會有個案發生 那台鐵他們 因而覺得這個風險好像太高 而造成奮動的人 他本來應該想有的權益被進行 那這個當然需求 一定可以在時尋被提出來 只是 就可以理解一下為什麼 管理部門會有這樣 那我們達成的答案 繼續討論 謝謝你幫他提示 這邊補充一下 其實我在 那個包含別的外島的那個旅遊部分 其實我已經漸漸發現 現在有很多民眾真的 是帶貓出去的旅遊 或者 那個消民其實常常跟很多 一些貓拍照 他們其實都會不怕口 那我不是在說 貓他其實不是很容易受警嚇的 而是說現在慢慢的旅遊 越來越說 那很多 那個市主開始嘗試帶貓走出去 你可以到重複展上面去看 你會發現好多人牽著貓 在重複展出現 那另外一個要再衝的是 其實我前面有提供了一張 那個台馬輪的那個照片 就是說 絕大多數的是 他們是 不太把重複丟在 那個側巷裡面 所以就是說 科長為什麼說 你們的那個使用率那麼低的原因 就是因為 絕大多數我們會帶重複出去旅行的 就是把它當成的家人看待 如果把它當成家人看待 又有可能是 逼不得已 他只能去脫那個車廂 但正常狀況是 不太可能去脫一個車廂 我是觀音師 我講一下醫療面來講 剛剛其實你爸有提到說 就是 也會有什麼事 我們現在會帶貓離出門 或者去參加一些活動 那當然一定要幫大家出現 這些有條件的 這件事情 這些貓咪他們應該是 早就訓練有數 他們對一些症癌 或是其他刺激式的事情 是 感受度比較低的 然後再來是說 曾經發生的案例 可能因為有貓咪託運 他們的逃脫 這個在空運的也發生過 那我只能建議 就是因為這是一個開放性 你才進行的事 我覺得要負運 不得貓咪的伺服是 如果你知道有個貓 你不可能今天才知道 跟牠緊張 你一定知道 所以其實請你跟受理師 去或去管 請你先事先給牠吃鎮定藥 因為其實或是 減焦慾的藥品 這個在 我們甚至在調的事後都會用到 因為有些貓咪緊張 連上醫院都沒辦法 所以我們在事前 就先請私主 請你再看診前兩小時 出發前兩小時 或是怎麼樣怎麼樣 你先給牠吃一些 減焦慾抗焦慾的藥物 然後再來呢 因為其實在貓咪的運輸 其實航空業早就行之多年 所以其實基本上 這個牠們的籠子 我親也有看過 就是牠們在 戰物人員 或是通物人員 他們在看的時候 牠的貓籠跟狗籠 會上樹稿代理 牠一定會用的是 不能當下可以輕鬆 切開來的東西 先把它扣除 因為牠也是怕 寵物在運送過程中 可能一會衝擊 或是在運輸帶上翻轉 一撞擊之後 牠那個動物 可能會因為龍門打開而逃脫 所以其實基本上 如果真的不得已要脫孕的方式的話 其實這個條件 牠本來就可以用禁止 來達成說 我避免後悠遇到什麼樣的事情 因為我覺得這樣子 會覺得說台灣人 如果出事我們禁止就好 而我不用去找其他的 有智慧的一個方式 來去達成這個事情 就是被解決的可能性 其實牠是有非常大多的可能性的 謝謝米爸跟觀醫師提出了 從剛剛提到 什麼貓 目前沒有來訪拖運 有些進行後果 是比較敏感類的動物 以及其實現在越來越多 四組繫帶貓之旅 有到我們剛剛借了這個 公開討論的平台 其實也做了一些觀念上的宣導 跟也給了一些除了禁止以外 或許可以嘗試的方法 管理方法 我們的意見都收集在上面了 感謝大家提出來 那台鐵這邊有沒有要回應 或是我們後方 是不是想來許多 許多乘客 來參與的乘客 是不是還能放一點點 先先補充 剛剛提的說 花蓮有拖運的部分 目前花蓮提出有受雨拖運的部分 新城 花蓮受風 鳳梨 光復 瑞穗玉 池上換山 台東都有 手禮信 方國略 台東 台東 台東不得 台東不得 因為他現在在市場 台東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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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拖運的部分 現在是會 好 謝謝 謝謝客長 那剛剛是不是 有問題 不好意思 我想要表達一下 就是說 我們今天來講 在那邊討論台鐵寵物運輸的這個問題 我個人遇到的問題是因為我有兩隻寵物 所以它現在給我的尺寸 我沒有辦法同時帶兩隻 所以我勢必必須要分開 一隻用推車、小推車、一隻可能要用飛包 所以我是比較偏向說 你爸的建議就是可以開放寵物車廂 或者是說他可以用的考慮說 把尺寸再稍微放緩一點 因為其實市面上的推車各種尺寸都有 那視力我希望能夠選擇當一個熟實的尺寸 那我也會願意配合說在飛電風時間上車這樣子 那我是希望說團隊可以考慮一下 因為現在兩隻寵物的可能 兩隻寵物以上的也是蠻多的啦 那所以對我們而言我們也是希望同時可以帶兩隻寵物 一起出門去旅遊或者是去一些地方 所以希望可以考慮一下 我相信你一定是很自律的四字 但你剛剛的建議是說 如果這個放不下一隻 凱臉是不是可以攜帶兩件 這個放不下兩隻 凱臉真的可以攜帶兩件 其實簡報上面講的隨身洗衣服 OK但剛剛那位小姐的意思是說 他可能就一定要飛著 不是提著臉的這個 因為他行動上也會非常不方便 所以除了尺寸能不能放寬一個 然後能不能夠有額外的註冊 像這個等一下可以在自己步驟期間討論 好 然後可以很體會一個蠻多的 我有五隻貓 然後我是一個長類小孩的媽媽 然後我有一天 我只是要帶著我一個長類小孩 出門跟我的兩隻貓 我也要幫他們帶去看護身 所以其實那一個規範 真的非常的崩潰 所以我可以推著我的小孩 他還是三歲 那個時候可以推著他上台帖 但我就是真的白癡 目前是為什麼 到底不能也是用推車 我卻裡面換成了貓或狗的時候 我們就要被這麼嚴格的對待 所以其實同時用蟲子 跟同時用對小孩的人命 是非常的多的 所以其實我沒在看這個條件 我感受到的是 為什麼一旦角色換成了貓或狗的時候 我們就變成好像是被禁止的 甚至是被騙過的 所以真的是行為台帖 願意到 我覺得大家要一直守 可以一直從烏有刪的一個姿募 謝謝 我先生有感 因為我也是一四竹 但我想要說的是 但當然如果給台帖 這樣的情緒其實我覺得很好 而且關於 因為我發布很多斷寶類似的案件 對 其實很多環動物群 也有提出 其實大家最後都會拉上去 一個很高的地方 就是到底寵物在我國環的定規是什麼 那當然那樣的宣導跟詳異 是我們工作都是持續要做的 只是 這個東西在台帖這邊 是不是能夠先突破 我想可能他們真的在姿募上面 會有些問題 但是如果願意先嘗試 那當然是 當然是好心 所以 你的意見會也滿好的 就都先把它放在上面 不是有放你視頻嗎 你早在吵牌的 沒關係 全部都有 好 非常的有畫面 謝謝 那據我所聽的台帖 市公廠已經有 我特定的路線 特定十萬 其實從狗狗公車 我記得 我記不得 這個車長的環子 如果拿過 那上網也查得到 那個狗狗公車的十萬車號 那我的意見是 做現狗狗市的 實施特定 好像還是實施 特定時段 或者是特定車廂 特定準備 就是把它特定起來 實施看看 這樣可不可行 因為其實台北市公廠也做過 雖然公廠呢 台田 當然是台娘 但我也是在大部分 就說這個角色 台北市的公廠竟然已經做到 那是不是可以試 那我都可以回去 我不是在公廠竟然 不動 好 台北跟新北也有 但就像你剛剛有提到的 因為其實封閉的跟乘坐的情境不太一樣 但這個延遲可以提出來 可以看清楚才能不錯 那至於特定時段 剛剛他們有沒有知道的困難性 因為他的運送行程會非常強 他要捏哪個時段 在哪個站跟哪個站中之間才管理 然後這邊又不管對他們來說 可能會有一些問題 因為那個寵物公廠也是 他的特定地點 也是特定地點 他主要是在那一趟 那個路線有大溫的地點 那我們想說他台北 台北呢 就是可以先做一小門 例如去檢測 特定的時間 然後再問一下 我們要試試看他 其實那個小門 有時候 特別的前面 是很適合 人私 在創作時 管理 謝謝你 請出來了我的建議 好 就是 是不是可以 比如照公車 雖然說他的搭乘行程不一樣 可是可不可以選一個台階 在可控範圍內的路線 或是示範 先示範他 看看會有引起什麼樣的效果 或是好處 好 我們時間 上班場開放討論剩下不多 有沒有人在這個時間點 還有一些意見跟想法 必須要寫出的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就會今天 經過半個小時的差點 休息時間 然後回到這組談論 上班場確定 剛剛還有沒有花言的母飯 都沒有人要說話嗎 我其實很期待 這個張木子 剛剛他本次我介紹的人員 我想要分享一下他們的食物經驗 所以我一直在等說 那你們到底遇到什麼樣的問題 因為其實我們今天會 開這個公公民政策 我們都有去看護衣 或看到民眾會說 讚神 因為我覺得各樣舒適 那我就很想要問這些 而且就是民眾是第一線的人員 如果你們真的有比較重的狀況 會有想要拜託不要開放 請你告訴我們 大家會做什麼樣的事情 因為這是一個開放的討論 那今天會做這個事情就是 因為我們希望宣導是死平不責任 所以我們也希望說 還可以在開放一些規定的時候 其實我們會希望四處端 就是奉公守法的人 來享用這個開放的規矩 那些不守法的人 或是他們願意配合的人 就是所謂人家所謂的老祖師 我們會覺得他們會想要挑戰這些開放的規則 因為其實在開放的規則下 它有背後的限定 謝謝 好 所以台鐵的車長們 工作裡 在這個時間點 有沒有什麼 可以簡單或是關於我們上次提到的幾個 包括分尺段分車箱 然後使用行進的責任 你們在管理上面 會遇到什麼樣的困難 或是你們曾經遭到過什麼樣的功能 可以分享一下 大家都蠻開心的 好 這個是 我們主要還是說 如果說像旅客 按照我們的台鐵的規定 他要進站 但是如果說他進站 然後就把他的寵物放出來 這樣子 其實基本上我們是沒有辦法管到 像 我是上個月之前就有遇過寵物 有旅客把他的那個寵物鳥放到背包裡面 然後他就直接進站 那我們 我們沒有那個權利去檢查他的背包 或是什麼的 但是他就變成進站之後 在那邊關他 就是把他的寵物鳥拿出來 在那邊關閃 那我所要建議就是說 寵物的話就是 我之前也有遇過旅客 跟我反映說 他看到寵物會有被怕 會恐懼 那希望說我們可不可以多次跟 有寵物旅 就是有一樣寵物旅客 就是他進站的時候 貓跟狗那些寵物就是拉鍊把 就是把關好這樣子 對 你們是不是要讓他們再多分享這些情景 因為剛剛這邊提了好多需求 可是我想這個需求跟需求要搭配起來 他也就是這個需求 讓你有辦法對焦看 好 好 就是像我們載測單子騎的時候 有時候真的是權限的問題 我們只是一個小小的教務人員 那其實我也很想要跟女客 都好好的說 但他們常常不遵守 我們進站前 就是進站前不需要先完整包 我們大家立刻起來 那就是 他常常會面臨到的情況是 他說好等一下等一下 但最後的節目就是直接去月台了 那我們也很投奉 然後也有事實到站立之後 他可能把關鍵打開 然後貓就一直逃走 也是有發生氣 裡面在擺槍車 所以 麻澤這個部分我覺得 如果可以更明確 以及真的執勤的話 我覺得對我們第一箱 對 是一個強盲針 然後不然其實 我自己會覺得自己很合作 這樣 好 好難 是 因為營運員是在站停 就是在檢票房那邊 但列車獎是在車站上 所以到底從檢票完之後 在列車上 整個乘坐期間 自主在這個程度 會做出其他目的 合理的事情 他們其實跟了航空管理群 接在一起 那你也 像你剛剛有提到 有一個 今天又有冒跑掉的事情 其實這個是你們的日常 所以確實 一個路上行期 他的 包括百搶送在臺北 像臺北 像臺北市場 新代寵物的人數 已經更多 我們可以也分享一下 你們的現況 那你們有什麼樣的需求 或是你們有什麼期待 比如說剛剛那位同學說 如果法則可以更明確 針對那些少數不自律的資訊 或許對你們來說 可能是實際上 會更能的有效率 那這個就是一個很準確的需求 那其他所有 有沒有什麼需求可以提出 那當然大家想到帶什麼 我覺得熱了 如果每個離刻都上 大家一支 北京車就太美好 那現在車上 因為比較偶適的區間 是在北部 那當然就想到特定地點 特定時段 那在北部去做開放 那其實北部的區間 不管是監工時間 或離封時間 坐車的人都是非常多 因為大家這邊就業 或是在離封生活生活的關係 北部它比東部或是中南部 坐車的人又更多 那所以在執行上變做 其實離封時間 雖然說大家就是離封時間 但相對離封時間 開的車密度比較沒有那麼高 所以離封時間大家請坐人提示 因為選擇時段就是 坐車時間比較分散 那比較分散的話 其實也是有蠻多人在車上 那我之前遇到一個 就是說他去收養一隻寵物 那他收養的單位 有給他一個指向去裝小狗 那當然因為像大家指標說 有特定車上上車 其實對我們來說是比較好玩 那因為目前現在沒有 那巡車的時候發現他不夠放出來 那他的箱子裡 他因為只是想要 沒有辦法承受大型 那那個小狗蠻小的 那可能 我剛被收養有點驚嚇 然後所以 車上已經有一些 排泄物的部分 那這邊的話就是 當然會請 他把狗放進紙箱 但這紙箱已經沒有很乾淨了 然後他放回去也不遲 然後放回去也不遲 那當然他意識上 他會把狗先抓回去 但當我們離開的時候 他又把狗放出來 所以這就是我們在車上的執行 很為難的地方 並沒有辦法一直盯著他 當然 他說收養 我願意覺得他的利益是非常好的 也希望他能把狗帶回家 那但是我們在執行上 就會有這樣的困難的地方 以上跟大家分享 謝謝 謝謝你 謝謝你 你分享了執行上的困難 其實剛剛點出一段環境還有重點 就是離間封時段 除了我們剛剛講到的 比較難定義之外 因為離間封時段 加開的車次 車次其實比較少 所以在車廂上的人口 或許大家想像都有空空 所以你剛剛把這個情形點出來 非常感謝 好 還有其他的 剛剛是有要提出你 是不是有 你約有來一趟慢的過 對就是你 大家好 我是白小蛋的天線 有訂閱 其實剛剛跟其他同學分享很多 那台灣現在是一個民主 又有進步的現在國家 像你現在有業者 那所以我們現在單單這個議題 我們已經把它也是單純 很重視它是一個生命題 所以它會有後續這麼多 會去思考 會去緣性討論的 那真的 我們的長官們 今天我們是說在說什麼 他們會這麼嚴謹的去討論這個 也是為了我們第一線的人 因為他現在已經不單單是一個活物 他現在如果出了任何的狀況 變成說他們要去配合 去想好 再相比一千個人 或許長官說好 那我們就是從戰鬥有配合 第一線的處理 會遇到很多很多的困難 就單獨一個生命題的死亡 或已死 這個對你們事主來講 是很大的一個傷痛 對我們來講是一個 你光說求長 這個都已經有收不上去 可以去的很多 這也是我們會這麼堅強 這麼的顧慮 那我們真的希望給我們一些時間 讓我們可以再去思考後續 但是我們已經在往前走 我們這樣子 好 所以你要再講其實 台鐵在還沒有實斷 就因為招開行動會 其實已經打開了 釋放和執筆要統計 但你們第一線人員的壓力 其實也會希望能通過沈默 讓建廠跟原報的朋友提見 好 我們上半場的時間 是不是還有要補充嗎 不然我們趟 你爸 好 這邊說一下 剛剛有那個同仁說 乘客違規的事情 其實整個分析下來 為什麼他會違規呢 鳥 他因為沒有規範 鳥不能上去 所以他只能用同度的方式 那施主呢 為什麼他要融資 他要網直打開 我們在前面的醫療的解決的部分 有可能他需要 他很教育 他需要安革 所以說大部分會違規的狀況之下 是因為沒有規範 因為沒有相關的規範 所以人們都只能去做一些違規的事情 不然說他無奈之下 把體型比較大的塞到小籠子裡面 只是未來要在 那萬一私甚至也給我看了一個 有一位民眾 他就是偷渡上去 然後最後又被趕下車 那種很糟糕的狀況 但是我的前提之下就是 如果今天有一階床 或有三車廂 你會發現情況完全不一樣 為什麼呢 其他的氏主會互相之律 當你看到其他的氏主 在遵守規範的時候 其實你會很不好意思 不去遵守規範 世主之間 我會彼此互相去監督 那第二件事情就是說 剛剛那個榮子 噪子 為什麼他把他拉開打開的部分 其實關醫師這邊的觀點就是說 第一個他可能需要安革 第二個他可能需要投機 因為他可能是短筆走 那我們其實在前面檢報的時候 有說明就是如果我們給一個氏主規定 他前面規範的時候 一定要造起來 因為我們不想要影響到其他正常旅客的觀感 也不想讓其他旅客覺得說 是不是那麼隨便 可是他到座位之後呢 我們允許他把它打開 那就是說 如果我們可以把一套遊戲規則制定下來 那氏主呢 在接受他的狀況之下去搭乘這一個火車 然後台鐵也能用相關的一些處罰規定 比如說就像剛剛您說的 他把孔直接就放下來 其實這是一件非常危險的事情 萬一他要沒牽涉 跑到鐵道上面怎麼辦 對 那像這些相關的一些法則 也把它定出來 所以我在我們的簡報裡面也有提到 有沒有法條可以去處罰這些事情 那這些如果遊戲規則全部建立起來 我相信所有的帶從族去旅行 或是醫療的一些人們 其實彼此是互相在監督的 反而會更降低你們的工作的壓力 因為其實我們自己彼此之間都會有一些規範 有些人在社團上面講的一些可能不適合的話 我們其實互相都會去做一些 可能會建議他其實該怎麼做會比較好 那大概就是剛剛聽下來的狀況就是 其實就是因為沒有規則沒有規範 所以就是有一些人就會變成錯 或用作弊的方式去達成一些事情 那也許他有一些我們不了解不清楚的狀況 可能覺得他不應該這麼做 可是實際上他也許在安排他的程度 或是他在讓他去偷襲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謝謝你如果要提出的主衷 我想先理解一下 你剛剛提出的狀況是因為法輪化 會不夠健全而導致某些人不去違法 不夠完整的事 那我相信也有些是時候 有些是時候就是 有些是時候就是 就是會有非常少數的人 那又或者是他的動物其實真的確實沒有蛇 那還有角色的情感 那因為這個我們就 我們從而去盤點這樣的情景 那這條狀他們就確實不太可能 如果他們要正確更出現的靠 他們確實不太可能 因為一個人帶負 還是不是應該讓女孩去上升 或是一個人就來 那這個人常帶蛇部 會不會就是發生類似的 就是雙胸白髮不會呢 就是行政部署他們他們 他們當然好像是一個人 跟群人的出口 可是你剛剛也覺得 一個確實是可以思考 那我也想一下 我剛剛雖然說 有很多區當時的飲料面 在那邊 就是希望我們可以保健 那其實我身為我一般的比重 我覺得對這些種類 是破壞的 也是兩個不期的 那其實是正常的 如果我們有移民的 超過的 小區的一個教育 你應該會知道 越台的車站進來 車頭站會 然後車子變得大聲 然後引火 所以如果今天你是一個 帶床屋的死人 我覺得這是一個基本做人 應該有的一個行為 你就是要把你的床屋關好 然後你的東西 跟在你的穩定的箱子裡 不要造成很麻煩 所以其實今天還好透過是 我們當然是要呼籲這些 是給那個 風風事物之行程造成麻煩的人 今天我們就是 你要我們自己 然後我們也聽一下 人家的站務人員 現在要做什麼事情了 你該有規範 如果今天你一數兩十個 也是貓力團出錯月台的話 你造成那些 烈蛇的發展 但是更多人一定會發生 所以今天如果說 我們今天有這樣溝通 我們都會知道說 希望四處之間 如果我們有一個 永遠的信號 我們一定去找到什麼 那也希望 那也希望就是說 才能到什麼 其實我們就把規範訂出來 然後就是也會盡量去配 應該做的事情就不要做 不要帶給這些 也是在你的薪水工作 很麻煩 謝謝觀音 其實一而再再 不能運用這個直播的平台 在對更多的四處們 做教育的選擇 謝謝你 那是 好 我覺得也會這樣子 謝謝你 給出來這些建議 那也同時讓 讓台點的人知道說 並不是規定 如果有任何的收益 或是管理 做回到什麼 我們需要前來所謂 其實四處的社群內密 是在一起的互相集約 透過他們的 最正式的網絡 跟這些規範 去讓大家的觀點 跟你們的新聞 可以請客 其實他們也很願意請 他們今天邀請開支 跟他們一起 這 好 那我們上半場 其實可以先終結在這裡 那我們休息了 不好意思 因為時間有點短 我們休息20分鐘 好 大家就上次總結用了查點 那我們在3點50的時候 你們回來後 就看到螢幕上面打的燈指標 那三位總部長就站在位子上面 在這段開始下半場 好 這半場謝謝大家 請客 他請客 要閒 Keep 說 請客 請客 請門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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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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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